这真是史上破天荒 台采百万得主不怕人知道 在南投公开献身 台放鞭炮告诉大家 我就是百万得主 67岁名叫李芳荣 抽中春节大红包 独得100万 还重返彩却行 准备66个红包大放送 人家说彩不露白 他怎么敢大大红包 我没有我都奔奴 从头当尾笑明明的李芳荣说 财神报道 好事不怕成千里 原本在新北市开小吃店的他 退休后搬回南投 在大年初四买大乐透 隔天就中了100万元的春节大红包 我妈妈为你财 上下号码 两个字都上下号码 那是五六一 大乐透也是一样 插十五个 一样幸运的还有住在彰化的这位先生 当场就在彩卷行又叫又跳 兴奋到挺不下来 他玩的是刮刮乐 幸运刮中100万 中奖率只有千分之七 当时这名男子来到彰化这家彩卷行 总共花了4000元 原本第一张贡沽 虽然不知他会是下一个姓女儿 应该是以后要飞上天的吧 我看你他们丢了丢了丢了 相交桃源这名男子 花了1000元买两张呱呱乐 其中一张就刮到了500万 也当场兴奋在彩卷行大叫 不过兴奋完之后 他还冷静地告诉老板 千万不要告诉我老婆 财神一眷顾幸运而诞生 有人大慌幸生 也有人连枕边人也缝口 一样得奖 两瓶钱 红杰明 陈梦威 南投彰化 综合报道